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们本节课呢来讲解数据结构面试题 剖析当中的平衡二刹数的知识点 平衡二刹数呢 或者说是一颗空的二刹数 呃又或者说是 呃下面呢我们几个性质的二刹数呢就可以称之为 平衡二刹数 看一下他这个性质 平衡二刹数有什么性质呢 第一个性质呢 就是根节点的左子数 和右子数的深度 最多相差一 和右子数 的深度 最多相差一 这是他的第一个性质 也就是说我们平衡二刹数 他不管是他哪哪一个节点 根节点 他根节点这个左子数 跟他的右子数 的深度呢 最多相差一 第二个性质是什么呢 就是根节点的左子数 和右子数 也都是 平衡 二刹数 根节点的 左子数 和右子数 和右子数 也都是 平衡 二刹数 这是平衡二刹数的 知识点 他的这个性质 满足了这两个性质之后呢 也 才称得上他是平衡二刹数 或者说是他是一个空的二刹数 也可以称得上是平衡二刹数 对平衡二刹数而言呢 他有几个这个重要的 呃 概念 首先呢 第1个呢 是平衡因子 平衡因子 平衡因子 平衡因子我们节点的平衡因子呢 他是该节点的左子数的深度 与右子数的深度 之差 据说是 节点的 平衡因子 他是该节点 的左子数 和右子数 的深度 之差 OK 还有呢 第1个 呃第2个呢 就是他的这个最小不平衡数 最小不平衡数什么呢 呃他是指 在平衡二刹数的 构造过程中 构造 过程中 以距离 插入 节点最近的 而且呢 平衡因子的 绝对值 绝对值 大于1啊 大于1啊 这是要大于1的 节点 节点 为根的 为根的这个什么呢 子数 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最小 最小 最小不平衡 二刹数 OK 构造平衡二刹数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 在构造二刹数 二刹排序数的过程当中呢 每当插入一个节点 每当插入一个节点的时候 首先我们需要检查 是否因插入 而破坏了数的平衡性 如果破坏了平衡性的话呢 则找出最小不平衡数 在保持 二刹排序数特性的前提下 调整最小不平衡数 当中 各节点之间的 连接关系 进行相应的旋转 使之成为新的 平衡子数 好的 下面呢 我们来看平衡二刹数的旋转 如果是 就是说是我们假定 向平衡二刹数当中 插入一个新节点后 就是破坏它平衡性 平衡性的话呢 就首先呢 我们需要找到这个插入节点之后 失去平衡的这个最小根子数 它的这个旋转呢 就是说是失去平衡的最小子数的根 结点为A 则平衡调整呢 它可以有四种情况 可以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它是什么呢 使LL平衡旋转 这种旋转是什么呢 如果是因为 在A的左孩子 B的左子数上 插入新节点 使A的平衡因子 由负一变成负二则需要进行 LL平衡旋转 就是我们的LL平衡旋转 就是在A的左子数 左孩子B的左子数 上插入什么呢 新节点 使A的平衡因子 由一变成了 由负一变成了负二 则需要进行LL平衡旋转 然后呢 我们来看RR旋转 第二个是RR 平衡旋转 这种旋转呢 与LL旋转是对称的 如果说是因为 在A的右孩子B的右子数上 插入新节点 使A的平衡因子 由一变成了二 则需要进行RR平衡旋转 OK 第三种旋转方式呢 是什么呢 LR平衡旋转 是什么呢 如果是因为 在A的左孩子B的右子数上 插入新节点 使A的平衡因子 由负一变成了负二 则呢 我们就需要进行 RR平衡旋转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RL平衡旋转 第四个 RL平衡旋转 如果是因为 在A的右孩子B的左子数上 插入新节点 使A的平衡因子 由一变成二 则需要进行 RL平衡旋转 OK 下面呢 我们来看 平衡二则数的 插入和删除 在平衡二则数当中 插入一个新节点之后 如果二则排序数当中 某个节点的平衡因子的 绝对值 大于1 绝对值 大于1 则出现了不平衡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根据平衡旋转的类型 立即进行平衡化处理 使得二则数当中 各节点 重新平衡 我们的 平衡二则数 插入节点的算法 思想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什么呢 按二则数 二则排序数 的性质 插入节点 然后呢 第二个 算法思想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算法思想 第二个 第二个 什么呢 如果插入节点之后 之后 出现不平衡 的节点 则 继续 步驻三 否则 插入完成 我们再来看这个 步驻三 找到失去平衡的 最小指数 OK 然后呢 第四步呢 就是判断 平衡旋转的 类型 做相应平衡化 处理 类型 做什么呢 相应 平衡化 处理 OK 在我们的这个算法当中呢 步骤一呢 它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呢 如果发现插入后 出现不平衡的节点呢 我们如何 来确定 失去平衡的最小指数呢 又如何 判断 平衡旋转的类型呢 有平衡二叉数的定义呢 我们可以知道 在插入之后呢 如果数上出现平衡因子 绝对值大于1的节点 则说明二叉排序数呢 已经不平衡了 这个时候呢 失去平衡的最小指数的根节点 就必然为什么呢 为离这个插入节点最近 而且呢 插入之前 平衡因子 绝对值为1的节点 为此呢 要解决呢 我们上面 就是刚才的几个问题呢 我们需要做几个这个 处理 首先第一个呢 是在查找节点X的 插入位置的过程当中呢 记录下 从根节点到插入位置的路径上 离插入位置最近的 而且平衡因子 绝对值为1的节点 并且呢 令指针A 指向根节点 如果此路径上不存在平衡因子 绝对值为1的节点化呢 则指针A 指向根节点 好的 这个呢 是我们关于平衡二叉数的 这个知识点的总结 包括什么呢 平衡二叉数的性质 平衡二叉数的平衡因子 平衡二叉数的旋转 平衡二叉数的插入和删除 以及平衡二叉数的这个算法思想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我们本节课的课后题 作业 作业 作业的话呢 我们 在平衡二叉数当中 插入一个节点之后 造成什么呢 造成了 不平衡 就造成了不平衡了 我们来设 最低的 最低的不平衡 节点为A 并且呢 以至 A的 左孩子 A的左孩子的 平衡因子 为0 右孩子的 平衡因子 为1 做什么呢 应该 做什么呢 哪种 类型的 平衡调整 17平衡 好的 关于我们的平衡调整呢 类型呢 就是我们这个 他的这个旋转 LL平衡 RR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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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选择其中的一个 解答我们的这个问题 好的 这是我们关于平衡 二叉数的 简单讲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